好的 高雄市區 在今天清晨5點過後 整個風勢以及雨勢 還是一陣陣的出現 而這樣的情況 事實上從昨天入夜之後 一直到現在 持續都沒有中斷 而且由於一段有一段的時間 風雨還有變大的情況 因此也導致高雄市區 出現許多地區都有停電的情況 而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位於高雄臨遠的上尾一帶 這個地方更是從昨天的5點 一直到今天 昨天下午的5點 一直到今天凌晨的2點才來電 也因此像是附近不但有這些 目前看得到的紅綠燈以及路燈 當時都是停電的情況 甚至連一旁有一間 這個附近社區唯一的一間超商 也一度停電 而且只能摸黑營業的情形 還好在今天清晨2點過後 整個風雨已經 電力已經逐漸的恢復 而根據目前中央氣象署提供的最新資料 事實上高雄市區有一部分的地區 其實已經脫離了暴風半徑 這個七級風250公里的範圍 不過可以看得到整個風勢 以及雨勢仍然一陣陣的出現 尤其目前根據中央氣象署的資料 最大的瞬間震風可能還有8級 所以就算是待會兒天亮之後 民眾還是不要輕易的外出 尤其剛是今天其實還是停班停課的 所以民眾最好還是乖乖待在家裡 另外高雄市的雨勢事實上在日累積雨量的部分 從昨天的若以昨天的這個5點 一直到今天清晨的5點 包括在山區有許多個監測站 這個日雨量都已經突破500毫米 甚至有其中一個監控站 還測到600毫米以上的雨量 因此預估在高雄市區 不管從山區一直到這個平地 甚至到沿海地區 今天的雨勢仍然不會停止 所以民眾除了要防止這個風勢之外 也要注意雨勢帶來的威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 下載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